看到这个数据以后 真的真正的那个城里的触目惊心 3月30号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在立院出现在未还以及内政委员会 3号爆出确诊的两名助理疑似同样在场 立委4号收到通知 讯息中提醒确诊两名助理CT值低传染风险高 根据北市卫生局公布分别只有20.9跟18.9 因此跟廖国栋办公室同在8楼的立委和助理 6号上班日筛检阴性才能进院区 自3月29号开始有进出8楼的人必须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但北市做法遭到立委质疑 他有在哪个时段进出哪几个委员会待了多久 只要求8楼的委员跟助理要做PCR或快筛 甚至到现在都没有匡列 比较长时间接触 委呃委员们都认为这样子的做法并不合理 毕竟助理时常陪同立委穿梭各委员会 或是自己去办公务 研究大楼中央空调厕所茶水间都是共用 电梯也容易成为病毒传播破口 缺诊助理最容易遇到其他的地方就是电梯 虽然研究大楼的电梯有分单双楼层不同台 但像这一台就是每一层楼都停 所以助理很可能会遇到其他楼层的委员跟助理 他可能足迹已经在发病的初期 就已经遍布整个立法院 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 或是立法院这边都应该协助的做精准的疫调 北市澄清疫调进行中疫情烧进立法院 不少立委早已经自主筛检 不过两名助理至今足迹不迷 也引发防疫忧虑 先去陈军姐之海中 台北到